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到目前为止造成四位市民的死亡不会受伤 我刚才到现场来看蛮严重的 因为这个地方人口很利紧又不当圈 所以消防局在第一时间就严判 要加强救援 所以今天一共制作了八个分岁 刚达70公位的消防局来救援 那初步是有听到 附近的居住表示初步有听到爆炸声 不过详细的情形还是要轻轻心 火场吊柴 那等这个检察官还有这个火吊官 拿来吊柴后 才知道为什么原因发生 事情还刚发生 那所以到现场现场还非常的迷乱 那检察官也在赶来的路上 那我们也会有这个火吊官 那所以我想等各方面离之一离后 那再来这个了解 那但是另外最重要 现在是对于死者家属的一个照顾 伤者的一个照顾 那死者的家属是 有一部分是就在逃离赶过来的 那现在心情非常哀疏 那我们是在台中市政务呢 会加强照顾家属 那包括他们今天如果要住在台中 我们会给他们安置 谢谢 谢谢